Hello 大家好 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一部关于唐朝怪谈与秘史的百科式的全书作品 有阳杂族 在奇幻惊悚小说流行的今天 如果上诉源头的话会发现 这类东西在古代就已经有很多了 在古代它们被统称为智怪笔记 那么智怪笔记初见于先秦 兴起于魏记 鼎盛时期是属于唐朝 以有阳杂族为例 对于这部书文学评论家李静泽先生有一个定义 它是一本黑夜之书 认为它是一本秘密的书 拥有一种魔鬼的性质 它无所不知收藏了所有的黑暗与偏僻的知识 而它的内容涉及唐朝的秘史 先佛妖魔 幻术道法 奇闻怪谈 坊间异士 异欲传说 珍奇异寿以及众多在后世失传的秘密知识 那读起来令人目眩神迷 不能自持 想象力非常发达的时代 也一定是心灵最自由 精神最鼎盛的时代 那唐朝的魅力就在于此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在庞大的幻术体系中 有一种叫做空间宜人法 文宗开城初年 南海郡有一位杨居士 不知具体叫什么 浩游历 那郡中各地都留下了他的影子 期间杨居士往往不住客栈 而寄居于人家 但具体睡在哪儿 人们都不得而知 有人问起杨居士 他就说道 我身怀奇数 你们这些平常之人怎么能够认识到呢 后来杨居士就来到了南海郡 郡守一向喜欢与怀有奇数的人打交道 自然的就热情的接待了杨居士 每一次夜宴都第一个叫上他 杨居士也很得意 但慢慢的也健身了矫情 终于在一次酒后就说了一些狂妄的话 忤逆了太守 所以后来在太守新的宴会上 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杨居士的身影 太守的新宴会总是很热闹 除了酒席大白以外 还叫了不少的歌姬住信 待在驿馆的这个杨居士 有一次就没有被通知参加 也还有几位宾客也没有得到通知 于是他们这些人就聚在了一起 都闷闷不乐 这时候有一位宾客就对这个杨居士说 您平时不是自负精通奇数吗 我们都很景仰 所以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认识您 但今日之夜宴呢 太守没有通知我们 有没有通知您 既然如此先生何不涉及奇数 干扰一下他们的宴会 若不能的话 那就证明您不会奇数 而杨居士就笑道说 这等小数甚益 且看我把太守宴会上的这些歌姬 招来以助我们的酒席 而杨居士就立刻叫人摆设酒席 另开了一局 期间他也叫人将驿馆西塘的一间屋子清空 并关门紧闭 过了一会儿又叫人打开 立刻就有四名美女歌姬 从里面轻盈的转出 身着华丽的衣裳 各邪乐器来到了席间 吹拉弹唱 而欢歌述曲 杨居士就看着大家说 如何呢 宾客们都问其 树之奥秘是怎么样的 杨居士笑而不打 大家吃着喝着幻想着 直到入夜之后 杨居士才对那四名歌姬说 你们可以回去了 于是他们就起身告辞 但没有直接走大路去太守府 而是依旧回到了这个驿馆的西塘下的那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 第二天呢 太守郡那边就传来消息说 昨天在这个晚上的宴会上有几名歌姬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倒地了 神情恍惚 随后呢 有风刮起呢 乐器飘然而去 直到入夜之后呢 他们才清醒过来 而乐器呢 也就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于是太守质问这众歌姬呢 他们都声称啊 当时眼前一黑呢 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宾客就把事情的真相就告诉了太守啊 于是太守就感叹之后啊 再请这个杨居士入府 不断的致歉 不过很快呢 又把他送出郡府 大约是觉得啊 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呢 太可怕了 把一个人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啊 是典型的啊 唐朝幻术 那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呢 也涉及啊 这种疑人幻术 话说人间呢 有裴盛 王静博 梁芳三人 他们志向一致呢 仰慕仙家 而隋阳帝大业年间呢 一起就放弃了官职啊 入白鹿山学道 白鹿山呢 在河南的徽县 与修武县之交 而隋唐时呢 被认为是啊 道教仙山 入山之初呢 他们意念兼殿啊 认为只要是坚持修炼呢 无论是想炼金炼银 还是想长生不老呢 甚至是羽化身仙啊 都可以办得到 这是他们的理想 但是十多年之后呢 隋唐变唐朝啊 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啊 这个时候呢 梁芳居然先死了 于是呢 王静博就动摇了 他就对这个陪圣说啊 我们去国忘家 弃绝尘势 居寒山茅屋 清欢于呢 而受寂寞 难道不是为了有一天 可以沉云嫁鹤吗 沉仙得道吗 即使不成呢 也希望可以有长生不老呀 但是经过了数十年的苦心修炼呢 仙海茫茫啊 时无尽头 连长生之树呢 我们居然也未学成 如此下去的话 不免跟梁芳一样啊 现在呢 既然我们修道不成啊 还是回去啊 过都市里的富贵生活吧 而游乐人间呢 走于仕途啊 荣耀于世 即使不能过仙人般的生活呢 位列公亲呢 也可以赢了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吗 不要白白的死在这深山之中 而陪圣呢 不语啊 两久之后呢 说啊 红尘如梦啊 我已醒 又怎么会重新再回到梦中呢 于是呢 王静博就离开了深山 归还都市 这时呢 已是唐太宗啊 贞官初年 王静博先是恢复了从前的官职啊 随后就被升职了为啊 左武卫齐 参军了 后来呢 大将军赵卓呢 又将自己的女儿啊 许配于他 没过几年呢 王静博就当上了大理寺的官员 成为了身着红衣的显贵 这一天呢 王静博奉朝廷之命呢 出使淮南 去首府扬州拜案 他的船队甚大 行于江中呢 百姓的船只都不敢前行 当王静博的船队到达高游时呢 天降小雨 忽然有一艘小船呢 突飞而过 超过了他们的船队 而小船的船头呢 站着一位老人家 身皮缩衣 头戴斗笠呢 在雨中呢 划船如风 而王静博当时就很不高兴啊 离近了一看呢 渔夫有一些面熟 他再仔细一看呢 这人啊 竟是陪圣 分别多年了 他已是如此的苍老 而王静博赶紧就将陪圣啊 请上大船 激动的啊 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王静博就说呢 老兄啊 你久居深山啊 放弃了人师的功名 这些年苦心修炼啊 现在呢 不也是一事无成吗 而只是一个渔夫而已啊 所谓的修道 只是补分捉影的事情吧 王静博说出了一句啊 垂流后世的名言 他说啊 古人认识到啊 人生苦短 而业态漫长 还举着蜡烛啊 找些事做 又何况是青春白昼啊 安能虚度呢 随后呢 王静博就告诉这个陪圣啊 自己呢 当时出山没几年呢 就做了大官 现在的扬州有案啊 朝廷就派一名得力的大员呢 去审断 于是呢 皇帝选择了他 比起来这个渔夫呢 又如何呢 他接着说啊 你这些年呢 依旧像我们以前那个样子啊 辛苦于山水这种 真是奇灾 令人费解 你现在有什么需求吗 说出来啊 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而陪圣当时就笑道说啊 我居于山野呢 心静云鹤 又怎么会对地上的浮属有兴趣呢 我沉于江湖啊 你浮于红尘 所谓的鱼有大河 鸟有天空 各有所得 你又何必在这里炫耀呢 人事啊 应该有的啊 我什么都不缺少 你又能拿什么赠予我呢 我与山中修道的好友呢 约定一起去啊 扬州买卖草药 在那里呢 我有一个地方住 在清源桥之东啊 几里之外 有樱桃园 远北呢 有门 那就是我的庭院了 如果你清闲下来的话 可以去找我 说罢呢 这个陪圣啊 立刻就回到自己的小船 飞驰而去 之后呢 王静博啊 真的就来到了扬州 等案子办得差不多了呢 他就想起来陪圣的话 于是呢 就独自出门啊 去寻找那座 陪圣所说的庭院了 到了那里呢 果然有樱桃园 而转至北门呢 有同仆就说啊 正是陪宅 王静博就说明来意之后呢 同仆啊 便将他引入了园门 开始时呢 王静博就感到四周荒凉 仿佛很久啊 未有人居住了 但走了一会儿呢 景色就越来越好 数百步之后呢 就到了镇门 里面呢 青烟隐约啊 楼阁重重啊 花木仙秀 微风吹来呢 异香扑鼻 令人神清气爽 有气绝红尘而飘然 凌云之意 仿佛这里啊 不是凡人所能居住之地啊 这时候呢 转出一人啊 先锋道鼓呢 奇美伟然 而王静博不由自主地就 抢步而拜 抬头细看呢 居然是裴胜 不由的一惊啊 裴胜就说啊 你在城市呢 围观已久啊 欲念结心 背着他走呢 应该很累了吧 而裴胜就将这个王静博呢 邀入了这个装饰精美的堂中 当时呢 已经是黄昏了 有彩灯亮起 而照得满堂明媚 更有美女二十余人啊 手持乐器 点缀席剑 仿佛梦幻一般 裴胜就对这个同谱说啊 这是我昔日在山中修道时的朋友 但心智不间呢 后来离开了我啊 还于城市 这一别呢 就将近十多年啊 现在做到朝廷的大员啊 虽入我境呢 但他的心呢 依旧是啊 城市之心 所以呢 我就叫这个城市的歌迹呢 为他助兴表演吧 坊间的那些歌迹啊 都太差了 还是找一位呢 已经嫁到了大臣家的织女吧 假如扬州没有呢 就去外地找 而五千里之内呢 我都可以找得到 同谱点头而去呢 还没有等在座的这些美女啊 把这些琵琶和古针都调好呢 同谱已经带着一个侍女呢 前来复命 而王静波一看呢 这个女子啊 正是自己的妻子赵氏 他当时就惊讶不已啊 而赵氏呢 更觉得莫名其妙 裴胜呢 就令赵氏入座啊 还给他了一个古针呢 让他弹奏 又令其呢 与助美女一起合奏啊 以助就信 王静波偷偷地就从这个 果盘里取了一个红色的李子呀 当时还扔给了赵氏 后者看了看丈夫呢 就把李子呀 藏于衣服里 天快亮时呢 裴胜就叫这个同仆呢 送赵氏回去了 隔着苍山万虫呢 你能来到这里 或许啊 这也是缘分吧 裴胜呢 也为留啊 王静波 因为沉路漫长呢 有酬绪万千 你要珍重啊 五天之后呢 王静波就回到了长安啊 行前呢 他想再见一下这个裴胜 但来到了这个樱桃园呢 却只剩下原门啊 没有了当初的庭院 看着满目萧条 荒草漫天的景象呢 他只好惆怅而返 王静波回到长安呢 就向朝廷复命啊 回到家之后呢 没有想到妻子的娘家人都在了 他们非常的愤怒啊 他们都说啊 我家赵女啊 也许笨拙丑陋 配不上你 但是既已结婚呢 就应该相互尊重嘛 都成为夫妻了 这不能含糊呀 可是你为什么用用妖术呢 将她弄到了万里之外 供人消遣呢 而那红色的李子呢 就是证据 当时王静波就很苦笑了 他就将这个前因后果呢 细细的说了出来 他说这个事发之前 我根本就没有料到呀 因为陪慎呢 应该是已经修炼得到的 应该是给我显示他的本领啊 给我看 这就是一个幻术的故事吗 而陪慎最终得到呢 他在园中所做的一切啊 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吗 应该不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呢 在本质上与幻术无关 其实他讲的事实上是一个人啊 如何坚毅心性的问题 或者说呢 这是一个啊 意志力成就理想的励志故事 想当初三个人一同入深山嘛 一个人死去呢 另一个人半途而废 而第三个人呢 抵挡住了城市的荣华诱惑呢 继续的孤独在深山之中修行 而没有啊 功亏一篑 功败垂成 最终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这是这个故事啊 想要表达给我们的理念 而第三个故事呢 是安史之乱之后啊 唐朝就进入了中期 四川广都人呢 侯豫就骑着驴啊 到外地办事 秦志建门官呢 忽然就见到路边 有四块奇异的石头 大小如等 他看得啊 很赏心悦目啊 于是就将其啊 收入囊中继续前行 然而呢 之后发生的事情啊 是侯豫啊 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走了一段路之后呢 侯豫中途啊 休息就打开行囊看一看 那四块石头呢 竟然已经化为了黄金 或许这个时候呢 他脑中啊 就蹦出了第一个念头 当时在路上 确实只有四块石头嘛 自己都装进了书箱了吗 不管怎么说呢 侯豫是发家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他就将这四块巨大的黄金石头啊 换成了钱财百万呢 当即买了十多名美女啊 又购置了田产 房产 修建了许多别墅 很快就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富豪 这一天呢 春天景眠啊 阳光温暖 正是踏青的好时节 侯豫就带着自己的十多名老婆呢 以及仆人啊 乘车呢 就来到了呀 杂花生树的郊野 设美酒佳肴呢 共同的呀 野营 正当侯豫啊 左拥右抱玩的不亦乐乎的时候啊 忽然有一个老翁就出现了在他不远处 还没等到侯豫反应过来呢 老翁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老翁背着一个竹箱呢 二话不说啊 就坐到了席中间 当时的侯豫就很是愤怒啊 就指责这个老翁啊 为什么如此的没有礼貌 擅自就跑到这儿来 还坐到我们这个席中间呢 于是他立刻就叫这个仆人啊 叫老翁赶走 老翁呢 当时一动不动啊 也不生气 只是自顾自的啊 就喝着酒 吃着烧烤呢 笑着说啊 我来到这里呢 只是想叫你啊 偿还我的债 因为你拿了我的金子啊 忘了吗 侯豫当时就愣神了 令人震惊的一幕就出现了 老翁就把侯豫身边的十多个美女啊 一把抓起来啊 全部都扔到了背后的那个 看似小小的竹箱里面 随后老翁就背起竹箱啊 步伐之快啊 一如飞鸟 侯豫清醒过来后呢 就叫这个仆人啊 骑马赶快追 但是老翁呢 早已不知去向 此后呢 侯豫就开始倒霉了 日子啊 一天天的困动 田产地产呢 也一点点的从手里啊 慢慢消失了 慢慢的呢 他又回到了 从前那个贫困的状态 十多年之后呢 侯豫就回到老家 有一次呢 又路过这个建门关 他就看到不远处呢 有一队人马 当他走近后呢 就发现啊 为首的呢 正是那个奇异的老翁 而他的身边呢 就是那些本应该属于 自己的那十个美女 这个时候呢 老翁就发现了侯豫啊 于是就大笑了起来 令这个侯豫啊 很是恼怒 而那些美女呢 也对他啊 怯笑起来 侯豫百思不得其解呢 立刻就追上去 问这个老翁 到底是什么人 而老翁笑而不答 侯豫更怒呢 又行逼迫 于是那个老翁呢 就和他所带的人呢 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于是他呢 就累丧的坐在地上呀 望着见门山水 眼前呢 一点一点的就模糊了起来 而这是一个幻术的故事 那个烛箱呢 似乎装多少人都可以 而实际上呢 在这里啊 这个烛箱呢 是道家世界里面的一个隐喻 道家的世界呢 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啊 这个空间呢 从外部看是有限的 比如呢 老翁背的这个竹篓 但对于在里面的人来说呢 这个空间呢 又是无限的 又比如那些 被扔进竹箱的美女啊 并不感到拥挤 这其实呢 就是道家胡天的一种概念 而胡呢 是一个无垠世界的象征 寓意的是啊 不要想靠不易之才发家致富 不是你的 终究还是会回到原点的 而下面的这个故事啊 与板桥客栈有关 这家客栈呢 位于河南的汴州之西 店主呢 被称为三娘子 她三十多岁了 一个人开店 无亲无故啊 来历不明 而三娘子的客栈呢 有几间客房 平时呢 又贩卖肉粥 由于地处要冲呢 来往的旅客很多啊 所以生意不错 她还养了一些驴嘛 有时候呢 有些旅客需要换座棋的时候呢 她便将自己所养的这些驴马呢 以低价转手 很是受欢迎 很多旅客呢 都慕名而来 说这个三娘子啊 人长得美啊 心地又好 在唐县宗啊 元和年间呢 有许州的旅客啊 赵继和就奔赴了东都洛阳 途经汴州呢 便入住了板桥殿 由于在此之前呢 已经有六七位旅客呢 先到了 占了外侧的便踏 于是这个赵继和后来呢 就只得安顿在最里面 隔墙呢 就是三娘子所住的这个房间了 像往常一样呢 这个三娘子啊 也应切地以美式好酒招待客人 大家都很高兴 胃口大开 所谓的秀涩可参 说的就是三娘子这样子了 直到二更天呢 客人们啊 在醉意中就各自安歇了 而赵继和呢 虽然不会喝酒啊 但也是很高兴 在这天夜里呢 赵继和就辗转难眠 有可能是因为 见到了三娘子的美貌 而就在他 在黑夜中发呆的时候呢 似乎呢 他就听到了隔壁呢 有奇怪的声音传来 那可能是三娘子居住的房间啊 这时候他就很兴奋啊 于是就悄悄起身啊 从这个缝隙中啊 想要窥视三娘子的房间 他就看到了三娘子啊 点着蜡烛 取出了一个小箱子 从里面就拿出了一套 微型的耕种用的农具 以及一头啊 小木牛和一个小木人 分别呢 有六七寸稿 放在了灶前 他含水喷雾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小木人就牵着这个木牛 开始耕种 三娘子呢 又取来一小袋啊 荞麦种子 叫这个小木儿种上 没过一会儿呢 种子就发芽 很快呢 就变成熟 而小木儿就开始收割 于是就得到了七八升的麦子 这个三娘子就放置了小木呢 令其磨成了面 最后呢 他就把这个小木儿等啊 这些物件呢 全部都收入了箱中 开始用那个面呢 就来做这个烧饼 赵继合当时看的啊 是木登口袋 这时候呢 机名天亮呢 三娘子就把做好的烧饼啊 给端上来 给一些客人吃 而赵继合当时看到了 就没敢吃 溜了出去 他就趴在外面的窗户外 偷偷的看 果然呢 早上客人们吃了那个烧饼之后啊 就一个一个的都倒地 变成了驴 而三娘子一笑呢 就将他们啊 全赶至了店后啊 关起来了 于是客人们的钱财呢 近跪啊 自己的囊中 赵继合急忙就离开了客栈 路上就想起这件事 他也没怎么害怕 反而觉得呢 很有意思 羡慕三娘子的艺术 一个多月之后呢 赵继合就从洛阳东返呢 再次路过板桥店 这一次呢 他有备而来啊 就带了几个乔麦烧饼 三娘子依旧热情招待了他 这次店里呢 就只有他一个客人 入院之后呢 三娘子就问这个赵继合啊 有什么想要的吗 赵继合就说 明早呢 需要早点出发 他说你给我准备一些早点吧 半夜之后呢 赵继合爬起来啊 再次窥视三娘子的房间 只见呢 与上次一模一样的情形 于是他不由的就轻心一笑 到了第二天早晨呢 三娘子啊 就把这个烧饼端上来 赵继合看了看烧饼呢 就对三娘子笑道说啊 他说早晨起来啊 有点口渴 能否劳烦您替我倒杯茶呢 而三娘子欣然就答应了啊 转身就出去取水 赵继合呢 就赶紧把自己所带的烧饼 拿出来一个啊 和盘子里的呢 换走了 三娘子回屋后呢 赵继合正在吃着 自己带回来的那个烧饼 并对三娘子说呢 说忘了 我自己也有带烧饼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品尝一下 我带来的烧饼如何 说着呢 他就从这个胸口啊 取出来刚才从盘子里 掉包的那只烧饼 于是呢 三娘子笑纳之后啊 就吃了两口 突然就倒地 变成了驴 而赵继合呢 便立刻骑上他 出门而去 之后呢 赵继合就说啊 这个三娘子啊 日行百里啊 无处不能去 四年之后呢 赵继合入关去长安 在西越庙东五六里处呢 路边看到一位老人 老人就拍手大笑的说啊 板墙的三娘子啊 怎么变得这副模样了呢 随后呢 老人就对这个赵继合说啊 三娘子呢 虽有过 但也让你骑了好几年了 就此放过他吧 而赵继合想了想啊 也就答应了 于是那个老人啊 立刻掰开驴的口鼻呢 口中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呢 三娘子啊 便从驴皮中跳了出来 向老人啊 身居了一躬 之后呢 瞧也没瞧 这个赵继合啊 一个人愤然离去 故事的最后呢 这个三娘子啊 并没有感谢赵继合 而且还非常的气愤 那些被三娘子 已经化为驴的旅客呢 又有谁去怜悯呢 其实这个故事寓意的就是啊 做害人的事情呢 终究会害己 而故事中呢 那个三娘子啊 装满农具的小箱子 令人好奇 难道它是鲁般艺术吗 那么好了 故事呢 于哥也就讲完了 从小个字 谢谢大家